逐一的房間 這是一個600多尺的單位 本身是三房的單位 現時,護主兩位因為他們的工作需要 將兩房打通成了工作房 所以是一個兩房、一廚、一廳的單位 縱使這個設計看似很簡單 用色都相當創新和現代感 全屋的主色有四種 分別是白色、岩石、綠、森木紋色 以及附了金屬金的金色 在客廳方面是充滿著木的味道 在圓關和飯廳中間是用一個半生年屏風做出一個大間隔 而窗台方面都為了配搭出木的味道 護主就不採用一般的雲石而改用木去處理 屋主對於家私用燈飾都很講究 在屋內很多的燈飾都是來自丹樑 而家具木器方面都是來自日本的 加上附有中國特色的張木冷箱當沙發 在客廳閒座的時候都聞到淡淡的木香 藍護主從事旅遊出版的工作 將自己周遊列角畫的畫當作家的擺設 增添幾分北歐文青味道 將原款轉石型的廚房打通成半開放式的設計 廚櫃和巴桌後面的儲物櫃連在一起 廚房所有的家電好像雪櫃、焗爐和洗碗碟機等等都預先量好尺寸 再量身訂造廚櫃,騰出更多空間擺放雜物 雪櫃和工作桌中間的死角位就完全沒有浪費,變成儲物櫃 至於跟廚櫃連在一起的儲物櫃和巴桌 櫃頂擺放了護主最愛的咖啡機和小型音響 巴桌位置擺放了金屬桌燈,配合金屬椅腳的高椅 感覺就好像自身在北歐的咖啡室 由於護主兩夫婆從事藝術的工作 他們需要很大的工作空間 所以將兩間房打通成為他們獨立的工作室 將原有的錫紙長身變成磨砂玻璃牆 令室內的光線變得柔和又不像眼 而且護主用盡窗台的位置,製作成粒型的工作桌 感覺歸一,增加工作位置之餘,更有大量的收納空間 打通兩間房後,採光度十足 但同時可能會遇到失溫上升的問題 所以護主在玻璃窗上貼上了高透明度的鋼熱膜 加上羅馬電動簾 可以降低3-4度的溯溫 同時又可以保護木製的工作桌 運動的電影